秘書 陳教授 各位貴賓 大家好 好 今天是第五獎 剛才陳教授講到這個部分 我是非常的非常的認同 因為本身這個案子就是一個政治整肅案 1996 揭發他們在整肅到最後這些欺騙的手段的過程 讓他了解 大家才會清楚明瞭 當你在看社會事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自我解讀 這樣才會變成更聰明 我們來看這個整肅裡面 從政治整肅的毒素 毒果來看 最原始的就是政治整肅那個的毒素 後面長出來的所有東西都是障眼跟假的 那個果是毒的 是不能吃的 然後他就硬塞給相關人等來吃 他們就躲在後面去說辭吃他們的好果 他不吃那個毒果 他是吃好果 就是升官發財 我們來解讀一下 這個稅務的整肅破壞的重點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他開出那個稅單 那個稅單就是假的 台灣稅務單位一直用這個假稅單 從白色恐怖1947年到現在 從來沒有變過 我敢講從1912年開始到現在都沒有變過 統一套的方法 讓這工錢力的高錢不斷的羅令人民 所以開出這個假的稅單 讓你走完這麼大的救濟 這麼長遠的救濟 人沒有那麼多的生命可以跟他磨 因為所有人都被他磨死了 沒有人能夠贏過他 所以他仗勢不怕 就是這樣這麼一回事 你看他 他玩一個85年讓你贏 一路都贏了 你這樣好像有反應一下 然後 八億人就讓你很早 判決之前就判你輸 先壓一個在那邊 不然你看你要怎樣 後面呢另外還有四年呢 這個你玩到現在 在這個四二花板前說你贏了 然後呢他也沒撤銷 所以有五個年度 沒有完全撤銷 因為另外四瓦之數問 或是花毀下一審 重新審理 你看我們的法院可以這樣判 這是天下奇觀 行政法院呢 陳教授剛才講 行政法院 你跟行政法院一樣啊 要確定定驗啊 無罪你就要確定啊 有罪你就定驗啊 兩省啊 行政三省啊 行政法院從來不做這個事情 這明明就是在玩老百姓 大家看出來嗎 制度設計好好的 他想在七七玩裡 就在這裡就玩你就好了 他穩贏的 你有多少生命 23年代表什麼意義呢 一個人人生生命最精華的地方 就耗在政府的公權力的破壞 這樣的政府怎麼會有人性 民族人權法治信仰 騙人 大家知道解讀就這樣很簡單 我再弄一個最簡單的 請幫我按一下 你看他原始發 他還發寒氣 問資料處啊 舉證責任在那個廠 國稅期啊 他沒有一次實檢調查 財政部三省五令啊 你不能用盧管 用檢察官的 以送資料或起訴託 就開張課稅啊 他不知道發了幾次的公文 他一樣照幹 對不對 他想拿來用就用 不想用就用別的 完死你所有人民 還在問金額啊 台政部國在一起說 他們有實質調查 好 回到前面 幹什麼事情 你看法院辦的啊 看分級長啊 陳和發 你看一下這個陳和發講了什麼事啊 法院的不算數啊 再跳回來 他這些人都一掛了啊 叫結構性畸形犯罪 陳教授研究這個是 前台灣 甚至前亞洲的專家 他看得非常清楚啊 對不對 你看啊 法官的記者會啊 有利不利是法律 明文規定啊 我們台灣的司法 怎麼可以這樣搞呢 有利不利 他如何判定 所有案件的有利不利 我告訴各位 那些法官從來不幹這種事 因為你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法官 提出一個他的這個審判的理由裡面 有一個有利不利的東西 清清楚的告訴你 你的有利是什麼 你不利是什麼 他們沒有受這樣的教育啊 我敢這樣公開的挑戰我們這些法官 你拿一個審判來跟我 我們兩個來辯論 好 再回來 幫大家做一個簡單的解讀 我們看85年度啊 一路贏對不對 一路贏啊 這個啊 他一樣在跟你開出稅單呢 讓你再去走啊 到最後你贏啊 我們來看一下他用什麼理由啊 請按這個 這個方面啊 這些都是高考普考通過的 他可以用這樣來認定 實在是笑話 這個啊 太平民司徒啊 在複查的時候啊 就送出4645分的贈禮聲明書啊 到後來一百年的時候啊 他去公告調查 這時候再做調查 那代表你前面根本沒有負舉任的責任啊 你那個稅單怎麼可以開出啊 這玩老百姓啊 他們這套系統啊 是法西斯啊 是威勤啊 跟共產思想是一模一樣的東西啊 根本就沒有進到民主思想 民主法治 他把這兩個 把他當作什麼 把他的名單搞丟了啦 所以果然是搞丟了 再去法院去去 去Copy 去夜間去Copy回來啊 然後呢 最後開完行政院的Copy會議 公告調查啊 他還是在做假的啊 因為他沒有理型啊 這個兩個的交集啊 這個是正理這個是正理啊 所有正理人是加起來 是一萬兩千多分才對 兩千多人才對啊 他怎麼說 這個民運跟這裡民運 通通存在的是兩千零一百零十人 說這個是正理 人家這個是正理 這個是正理啊 這個通通是正理啊 他說這個兩個都有 這個不是正理喔 他把人家說 這個是什麼 學演民策 你看啊 財政沒這些人 你看違法行政 外架了你看看 非常非常架 你一般的小辣子就完死 怪怪在那邊跪著 他要你多少錢你就多少錢 你沒有就查你五年查你十年 我查你公司 會計師就查你的所有的業務的公司 接下來查你的消耗廠商 這些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壞 最壞就是這些人 而且沒有人奈何得了他 大家要勇敢 大家要勇敢 這個真的是太鬼扯了 台灣是沒辦法進步的 他被玩死了 國際局叫BAB的算術 我實在想不出更有力的言辭 對不對 不是不及格而已 他是卑鄙啊 可以這樣算 所以把這個東西除以這個 所以這些人才是叫正義啊 所以你看 叫百分之五十跟五十啊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太行本的師父在說土是公主於前 對不對 全世界的 他土地是全世界都有啊 你把人家說五十五十 還有法院會買單啊 也有法院不買單啊 你看有沒有奇怪 法院可以這樣判 八一年說所有都是協會 要補習班開出這一張 到最後這邊啊 我們剛才講喔 其他的五零人度啊 通通說你沒有刁答清楚 還有說這邊是五十五十 所以連最高情論我還多 一個不認還一個暗示判斷 實在我都覺得搖頭啊 這是八十到八三八四啊 你看 所以台中高型啊 判太行本四個影撤尾 然後一個敗訴 接下來呢 你看 他敗訴 他並沒有上訴喔 聽清楚喔 人民敗訴 在期限的一個月 沒有上訴 你就 你就輸了嘛 你的戶塔一樣喔 戶宴都一樣喔 你差一天就 你就輸了喔 他可以啊 到九十七年啊 你看他判輸了 他沒有上訴到最高情論完異了喔 這邊就開出稅單 所以這個制度不是在玩人民嗎 他可以我們不可以 他可以用大砲倒你 你只有哪一個小竹竿 天底下有這種制度啊 天底下有這種制度啊 就在我們這裡啊 活生生的台灣啊 而且我們立法院啊 根本根本就沒有人要去改這個 沒有人要去理這個 只對沒有人要去理這個 其實官方沒有人要去理這個 奇怪咧 他可以這樣子咧 你看 人民一下就死了啊 他可以搞了兩年多啊 再開出一個稅單 所以你贏了有用嗎 永遠沒用 你到最高型贏了也沒用 你營養輪要1.6ppm的機會而已喔 那叫什麼 叫做超乎超乎 跟台積電的能力差不多 你才有辦法做到這樣子 你看多扯啊 你看到最後咧 還有台中啊 這個高等行政法院 竟然把這個四流連路來判輸 他開出來就輸了 然後呢 這個台北最高行政法院 最高行政法院判贏了 你看 這邊輸贏輸贏這些 那你等於要流列也好 笑也好 哭笑不得 這就是我們的法院 我們的法院可以 同一個事實 可以判決五發八門 天幾下有這樣的法院 領我們的薪水耶 你以為他當官嗎 所以我們設計的制度 就算什麼 讓法官終身值 八十九十 他都可以坐在那邊做審判 否則叫優渥 奇怪咧 台灣的司法被他搞成這樣 他有什麼面子 有什麼條件可以做優渥 該退休都退休啊 你看啊 從這裡啊 行政法院可以這樣判啊 太極門勝 最高行 81年判決在這邊就確定 人家的司法都還沒有確定 然後到最後發回 然後這邊又 太極門勝訴了又發回 你看 從法院判決裡面 這麼一大堆的東西 同一個事實 中高行大有問題 我為什麼用黑棋 我本來用海盜棋 跟國際局很像 這兩個差不多差不多 中高行稍微好一點 國際局真的是海盜 北高行跟最高行 還有 還有一點點的良心的法官存在裡面 還不錯 但是你就是 就像這樣 會不一樣 國際局呢 開了一個大的這個 無敵的 這種卡拉車 可以橫通直撞蛇行 一路闖紅燈 該停不停 一路闖到底 你再怎麼去理他 他就說 這是法院判的 81年 然後接下來說 那個行政法院 就如為 這是國際局財政部就可以決定 就會撤尾了 然後官員呢 政府官就說 這個東西是小兵難產 就推到國際局那個承辦人員 這玩人家 你這些幹什麼啊 你小兵不聽長官的話嗎 對不對 就換掉嘛 他換透就記過嘛 對不對 到最後你還是可以 對不對 撤職都可以啊 然後什麼都不能 沒有那個公務員 一考上去就 一生 誰拿他都沒皮條 這樣的話 台灣的體制 絕對會越來越爛 因為沒有淘汰機制 就不會有激勵往上改善的行為 不可能存在 矛盾重重 邏輯不通啊 你看我們這邊 中期啊 所有調查中 都委託台北的 那台北呢 這邊85年都贏了 到中期啊 你看這樣搞來搞去 23年啊 就耗盡一個人的青春 耗盡多少的資源 這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應該做的事 你應該要交出加害人 我點出最重要的加害人 你必須要查清楚 那時候總統叫李正輝 副總統叫連戰 那時候的法務部長叫廖正豪 還有那時候的檢察司司長 都要副連帶的責任 以及那時候的調查局局長 這都幾個 這些人啊 你要出來交代清楚 本來就應該交代清楚 所有這些媒體 多少東西在講你們錯 你們躲在背後 一個人都不敢講出來講話 不然你出來講啊 這裡說不對啊 你可以說謂謊啊 你可以來告啊 沒人家出來 奇怪咧 這些人權力都那麼大 對 跟我們秘書轉達一下 回去給我們市長 要做比較有價值的 對不對 那台灣變這樣呢 台灣怎麼會變這樣子呢 實在有夠扯了 這真的是一個不是正常的國家 何況台灣是在一個非常意識形態衝突 國家意識非常的不確定的情況之下 還有外主那麼的強大 現在的網路跟所有的勝特 假新聞 無孔不入 我們台灣怎麼還可以任由這內部的人 自己在那邊腐爛 大家加油喔 加油 可以改變 只要大家一起來 他就可以改變 這是我簡單最後的總結 你該跟人家平反了 就快點平反 不要落一八說 也不要再欺騙了所有行為 以上報告謝謝 謝謝 我們看到這麼多這個解說 切切實實讓我們更深一層的了解 那我也會把這個轉達給我們的相關單位 尤其我們的市長 實際上我們市長他一路上就是非常非常的支持 而且他也很深入 那我怎麼講其實都不比不急於他 但是我要表達的是 再一次的感謝我們的教授 給我們那麼深層 等於是把我們大家這個棒子打一下 讓我們清醒一下真正的源頭是在哪裡 那麼我們會再仔細的來配合 也感謝我們的主辦單位 政理事長我們的這個主持人 他們都志工 希望將來拜託的大家 就像他們講的幫幫忙大家一起 把人都找來這裡能夠了解 謝謝大家 感謝主持人